大家好,我是尾巴 我們今天來到五湖秋泉大釣場 我們今天跟大家推薦 跟他推薦這一款 王者 王者天的釣組 那他這一組真的是很貼心 很方便 這一組裡面已經包含了 勾子 已經有配好的釣組 它上面有六尺跟七尺的線 大家可以自己選擇 自己要的長度 裡面還有一個天平 他這樣一組啊 真的非常便宜,才只要450塊 那這一組 魏爸很推薦給大家去做 使用 那水生棒 他們也有出來一款 這一款的水生棒 這款的水生棒它的優點 在那邊 魏爸跟大家推薦喔 那這一款的優點是因為 它後面有一個強力時間 你的天平啊 你的天平或掉到水裡面去的時候 這強力時間可以幫你把天平吸回來 所以真的很方便 強力實體的水生棒 而且它是屬於一種萬能型 所謂的萬能型是說 它上面有三個勾子 那這裡面有一個 它有三個勾子 那它這裡面有一個是萬用型的 萬用型的 然後有兩個是一般雙扣 或是單扣 所以你可以選擇你自己想要的一個勾型 那我們現在先拆開 拆開之後我們來跟他 去做使用說 要如何來去使用這個天平 天平釣除包跟水生棒 所以在買這兩樣 再加上一次下單 其實就再加上很方便 所以這個天平包才150 然後這個水生棒 還有強力實體這個才200塊而已 所以這樣650其實是真的是很便宜 好 那我們現在打開來跟大家說 怎麼去量水生 那它現在這一款啊 它這一款喔 我覺得還不錯的 是因為它現在出來了 它現在出來了 一個新鵝板 新鵝板 我覺得它底下真的很漂亮 底下這個波很漂亮 而且目視度真的非常好 好 那 這邊喔 跟大家 就是說要注意的一個地方就是說 你打開之後啊 這個天平 這個天平的這個地方 跟八字環 跟八字環的這個位置 這是八字環 這個是八 這個是八字環 然後這個是天平釣除 天平釣除這邊有個R角 有個R角 大家在使用的時候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可以卡住 有時候 它這個是手動的 所以有時候卡住啊 它才比較不容易掉 那像龜八這一組 現在拿到這一組 它會比較早 這是OK的喔 如果說這邊太鬆了之後 可以用夾子稍微把它夾緊一點點 這個部分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這樣 那我們 現在呢 我們就示範給大家看 這是精英環 它上面鋪的 它上面鋪的 它上面鋪的這個精英環勾子 精英環的勾子 偏皮 好那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它的方便的地方就是 你只要把 精英環的部分 穿過去 然後一拉 它就上去 它就上去了 非常非常方便 你要換勾子也是非常方便 所以很建議 大家可以買這一組 好那我們現在來示範給大家看 涼水生 它的目視度看會怎麼樣 它就這樣 它自然 它自然 它腳 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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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OK囉 那我們現在來量水生給大家看 那量水生以前啊 如果大家不知道說 它現在的水生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可以先試一下說 它這一組它現在的浮地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現在先放下去給大家看看 好那我們現在先試看看 還沒有勾 還沒有勾 水生棒的時候 它的浮地是在哪一個位置 好 目視度非常非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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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現在 它現在目前 配好的位置 剛好在白色線 白色線上的位置 白色線上的位置 好 白色線上的位置 那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白色線 白色線的地方就在這邊 那 威爸是覺得還OK的 因為在這個地方 其實 一般在量 其實是可以囉 那等 水生其實沉到 沉到橘色頭不見的地方 就可以了 那威爸等一下量水生的時候 一般我會掉漂一公分 就會剛好 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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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到上面這邊 擋到上面這邊 所以如果量到擋到上面這個位置 那它的配酒線在這邊 所以它的飄度 就一公分 就一公分這個距離了 那大家可以 我們來量一下水生 量水生的時候 就是像這樣子貼準 那我們來量一下水生 那以我們剛剛抓的 剛剛抓的一個距離 我們讓它飄一公分 就是剛好 量到擋痘 它破上面那個擋痘 因為剛好超過那個擋痘 我已經剛好就是一公分 那量水生的時候 大家可以 要量一下自己做掉的 左邊 量一下自己的左邊 然後上面 上面的位置 上面的位置 還有在最左邊的位置 那剛開始量的時候 如果說有高低差的一個部分 威抱會先量中間 中間的這個部分 讓它飄一公分 之後再來依 狀況之後才去做調整 好 那就是今天 這是我們今天的涼水生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開單喔 今天我們來到五谷休閒 來釣中午 現在是大概三點半 目前的乾素 有五隻 那現在是 一乾半清 一乾半清 那我們現在開乾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它現在是 今天過來是禮拜一 禮拜一 禮拜一的早上 所以它 大公一下 它會先預收 預收七百分 等一下如果 會再退 退兩百塊喔 好大一隻 哇第一隻好大一隻 扣到手 我們等下 等下看這一隻有多重喔 等下看這一隻有多重喔 還滿大一隻的鎮吃喔 還滿大一隻的鎮吃喔 不錯 鎮吃一隻 就算在裡面 一隻不再進去 另外一隻 已經難道了 我先講 你去年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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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都不去年十分 勾到手喔 这一只游戏是大刀店的 吗 嗯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釣完了,來數蝦囉 今天釣下午的下午場 下午場它這次大貢蝦13個小時 565,來數蝦 蝦其實已經滿大隻了 15隻,15隻 來吃看看15隻,15隻大概有多重 基本上它大貢這邊應該數蝦應該三斤左右 來看看 所以大概是兩斤十兩 兩斤十兩左右 那它早上這個時間 其實是可以 早上半下午場 跳上三個小時,550 平均起來一個小時大概五隻 那我們今天試用完這一款 王者甜品釣竹 非常愛釣蝦的王者甜品釣竹 那如果對這一組有興趣的 可以在我們下面留言 我要抽王者甜品釣竹 然後記得一定要幫我們訂閱喔 左上角 左上角這邊 這一個恩威TV的畫面 按下去就可以訂閱了 你一定要訂閱 不然抽中 我們可能 等於是放棄 又讓其他人重新抽 在下面留言 王者 我要抽王者甜品釣竹 我要抽王者甜品釣竹 那 你在下面留言 我會給你一個號碼 然後我們就會把它抽出去喔 那我們今天 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還有不錯的釣竹 我們也會 跟其他店家拿來試用看看 那 不錯 我們就會分享給各位 然後免費抽給各位 那請各位 一定要按訂閱喔 感謝各位